中华电信投资爱唱99音乐科技公司惊爆掏空弊案 台中地检署上午指挥台中市调储机动站数十名调查员 搜索爱唱99公司等无处 并前往中华电信总公司 中华投资公司条约相关资料 带回包括中华电信前主秘柴芳文 前中华电信投资厂 前中华投资总经理宋云峰 及爱唱99负责人林文信夫妇等约十人进行讯问 目前全案朝背信最嫌侦办中 对此中华电信表示 因爱唱99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中华电将配合司法单位相关调查 根据媒体报道 爱唱99的源头是一家以大陆发展为主体的无敌科技公司 在2007年推出ISING99爱唱99线上个人KTV服务 更在2009年时 与中华电信推出线上KG服务 但实际上网搜寻关于爱唱99 相关资料线少 官网以简体字为主 内容也没有更新 台中简条去年接获检举 指中华投资不当投资一家资本额 仅1000万的爱唱99 音乐科技公司1亿元 却仅拿到该公司总持股的7.14% 涉嫌掏空中华电信资产 简条单位搜证后展开追查 向厘清投资过程是否不符常规 是否因相关人员背信而造成中华电信损害等 根据简条追查 此案在审议过程中 虽经中华投资总经理时目标发现弊端重重 大力反对仍遭中华电信董事长郑优的爱将前中华电信主任秘书柴芳文 中华电信投资长兼中华投资总经理的宋云峰 在董事会上运作通过 反而据内部人士透露 中华投资自投资爱唱99以来 14个月都没有拿到财报 中华投资会计师向中华电信审计委员会反映 新调查后委员会在9月判定认为宋云峰 柴芳文没有尽到实地查核职责 造成中华投资损失上亿投资款 中华电信内部人士深觉事态严重 直接向交通部提出举发 柴芳文、宋云峰最后也因而辞职 而调查局在历经半年搜证后 今天展开搜索约谈 许淑慧、林同杰 连线报道更多新闻 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中华电信 惊爆投资弊案 资料照片中华投资爱唱99惹争议 协图自爱唱99官网 想当好评友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 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